这是加拿美出国的老家梅子 今天是2022年的10月25日 英国的首相苏拉克终于当选了 昨天我也发了他一个搞笑的视频 说他是看提词器对吧 最后话说完了 他还震了一下 然后像个机器人一下就下台了 反正我们来讲海外的领导人 瞎讲都没有关系 瞎讲都没有关系 随便讲 瞎讲 没人会把我们抓起来 所以讲海外领导人的八卦 是我们的义务 是我们的义务 这是开玩笑啊 我可没时间去攻击任何一个人 因为我们任何一个人是平等 我们是平等 并且也不是平等的 为什么呢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别人钱比我们多 所以在这个部分也意味着 在金钱方面我们是不平等 对吧 他的钱太多了 他的钱 苏拉克的他的这个家族 就不是他自己 他和他老婆两个人的钱 好像是有96亿美元吧 96亿美元 有媒体报道过 这个钱比 比英国的国王还多 所以 当任何人 在金钱面前 在一个比你财富多N倍的人的面前 你肯定会含他几分 所以今天突然想到 这个苏拉克他有多厉害 其实不是他人有多厉害 是他背后的这个集团有多厉害 对吧 赶走了两任 在两个在任的英国首相 一个是Boris Boris够聪明的吧 可是他可以可以说Boris 才是真正的草根出身 他并没有 他很穷的 他应该来讲非常穷 对不对 他真的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很大的背景 连他老婆都是 那个换了一个年轻的 但是也不算是有钱人 也不算是真正的英国的贵族 对不对 所以Boris才算是真正的草根总统 但他首相 但他还是很有能力的 总的来讲 是非常有能力的 有他自己个人的魅力 虽然有一些八卦新闻 但是从他的个人政绩来讲 我仍然觉得他还是很有魅力 然后特拉斯呢 也算是一个职业女性 但他也不算是贵族 对吧 最后是什么呢 金钱打败了权力 对吧 打败了金钱战胜了 金钱上位 只能这样讲 因为我们知道Boris 把Boris压垮的一根稻草 竟然是他自己提拔起来的 这个叫苏拉克财政大臣 他第一个首先提出辞职 然后党内的很多人 就像多米乐骨牌一样 一起纷纷辞职 其实 然后包括 包括特斯拉 对吧 他打败了苏拉克 成为首相 但是他很短命 很短命 只当了四十几天的首相 那为什么呢 党内有这么多人反对他 难道这个反对 真的是因为政策的问题吗 Boris下台 也是因为政策的问题吗 对不对 有谁能够保证自己的 这个财政政策 或者能够 能够挽回今天英国的 这样一个 就是在退败 衰退的局面呢 对吧 曾经的大英帝国 可以说是世界上的 第一强国 为什么现在 沦落到现在一个 一个状况 连首相 都 都都 挤任挤任的 当然 海外的一个 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 这个叫西方国家吧 他们的这个总理 或总理也好 首相也好 他谁在任 其实 对于老百姓来讲 并不是非常关心的 并不是最关心 他对老百姓的生活 可以来说 并没有很大的一个影响 可以说 没有很大的影响 可能会有一些政策的影响 对吧 政策制度 比如说 你看像加拿大 对吧 移民政策 还有这些 购房政策 可能有一些影响 但是对于人民的生活 并没有很大的影响 我该工作工作 我每天上五年班 休息两天 然后你谁当首相 我都不屑一顾 所以我为什么说 你到了海外以后 所有的人都放在了一个气瓶 就是一个平台 一个水平线上 没有觉得谁很了不起 那即使特鲁多在我面前 我也不用去跟他卑卑 追尊公 那叫什么 卑躬屈期的 去给他行礼呀 干嘛的 我理他就理他 我不理他就不理他 他也只是他而已 我还是我 他对我的生活 没有半毛钱的影响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海外的领导人 就去瞎讲 随便讲 所以说 英国我认为 短期内 不管是从留学而言 就是还是从未来的生活而言 他已经 不是我 不是我去 不是我去诋毁英国 不是我去诋毁英国 就是在走下坡路 有的时候我们 在看一些 在看一些 怎么说呢 在看一些 事情的趋势的时候 对吧 有能源吗 就那么 我们从地图上来看 他就那么大的一个国家 你能发展出什么东西来呢 所以说我永远都在讲 世界上最 最大的国家 我们也做欧洲移民 不是不做 只要你选择 就是这个版图 想你喜欢它 当然没问题 但是从可持续发展来讲 你只有国土面积大 你的人口多 在这两个基础上 你才可能有更多的发展 所以为什么 有这么多的印度人 他们能够走出来 产生副总理 是吧 那个哈里斯 美国的副总统 包括今天的苏拉克 首先 这背后一定 哈里斯 他肯定不是一个 他肯定不是一个 他是一个政治人物 对吧 他跟这个特拉斯 差不多 算是一个政治人物 慢慢的选出来的 但他还不如特拉斯专业 我认为 他就非常不专业 只知道狂笑 对吧 傻笑 根本没有任何的 对人民 对政治 毫不关心 像这样的人 他在位没办法 对吧 但是他也不影响人民的生活 只是他的一些 他的零元购啊 这些政策 让人觉得很可笑 很可笑 对不对 多少钱 偷窃 也不算违法 那大家都去偷 都去抢了 然后特拉斯 还算是一个 职业的政治人物 对不对 还算是职业的 那他下台也OK啊 四十几天 也没有什么丢人的 然后对吧 背后达成了某些的利益 那我就下台了 很多的人 对吧 背后达成了 利益就轰他下去 他自己下去也体面 为什么呢 一年十几万的人 年薪 终身制 每年都拿十几万英镑 那对他来讲 生活上是够了呀 对吧 现在挣什么钱 好挣 我当个首相 我然后混到了一个 终身制的年薪 对他来讲 那当然是很OK的呀 Boris 应该也有这个钱 他们都缺钱 那个叫什么 苏拉克 对吧 苏拉克他不缺钱 他有钱 他一直在这个忧郁的环境里面生活 从表面上来看 他应该是一个左倾 左倾主义 左倾主义 所以说 所以说 跟中国的关系 应该是好不了 应该是好不了 英国就这样 和中国的关系 好不了 英国的王室就是 你保持一个温和的态度 对什么事情都不发表意见 那大家对王室的存在 也不会 也会把它忽略掉 你享受纳税人的钱 你有大量的资产 没人去在意这个 你就好好的在那里去 养尊处优就行了 然后对于首相 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来讲 那他的位置 对吧 他的位置 我认为苏拉克 他会在位 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目前来看 英国 就是这个经济 也不是说 就英国一个不好 大家都不好的情况下 那你就很难 在这个里面去 力挽狂澜 做很多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 温和的一个经济政策 慢慢的让大家 稳定下来 对吧 心态稳定下来 那么这样的一个领导 他能做得久 并且他有大量的财富 没有人能够跟他匹敌 所以他会在位 还比较长的时间 短期内 我看是没有人 可以把他赶下台 因为毕竟 一个人的背后 他一定是一个集团 一定是一个队伍 所以肯定不是他一个人 他能把两个 从那个首相赶下去 那就证明 他的这个集团 就不是一般人 不是一般人 好不好 这是关于 苏拉克的事情 那再说一下 我们中国 能出现一个英国 中国 中国籍的英国首相吗 那把这个问题 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 对吧 我们都 都都都觉得 都在都在报道苏拉克怎么样 其实跟我们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对吧 他他虽然是二代移民 那他也也也怎么样 从一个中产阶级 然后 就是那叫什么 嗯 就是飞上了 那叫攀上了 攀上了凤凰 还是怎么说 找了一个找了一个 一万一万富翁的老婆 这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但是我们可以我们找不到 我们可以让自己有钱 但是我们能不能像苏拉克的老婆 那样有钱呢 其实也是挺难的 对吧 所以中国人 能不能做英国的首相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其实在我们国家 我们细数一下 最有可能的应该是王思聪 对吧 他在英国流过血 然后老爸 也是万大集团 也是这个上市公司的老板 但是他的财富 现在在缩水 各种原因情况下 对吧 在缩水 然后 嗯 他也一直在中国混 也没在海外混 海外的圈子 我估计也不怎么样 所以说 嗯 你想 就是说 从 从 除非 对吧 要强强联合 那一直 看起来他也没有一个 没有 没有这样的一个契机 他还是有 还是混在网红圈 混的这个级别 还比较低 可以这样讲 没有这样的一个追求 没有这样的一个追求 所以说 嗯 我们再看一看 中国还有谁 能够有这个机会 就是年轻的一代 对吧 30岁到40岁之间 或者20岁到40岁之间 还有谁 有这个机会 能当上英国的首相 嗯 想一想 要从有钱的人里面 扒一扒 看一看 好像也没有 所以 嗯 我们中国籍的 啊 人 能成为英国首相 目前来看 可能性还是很小 所以 如果 循着 苏拉克的轨迹 如果我们 想要 嗯 一个中国裔的人 能成为 英国首相 前提是 要有钱 有钱以后 才可以去 搭建你的这个 政治 生涯的 这种 阶梯 对吧 很快就能够 对吧 但是 显然现在 英国首相 是一个 很有钱 很有钱的 比英国国王 还有钱的人 占据了这个位子 那他之后 谁 能够把他 扳倒呢 试想一下 试想一下 所以他 在位的时间 不会短 不会短 下一个任期 除非他的这个经济 各方面 搞得特别糟糕 但是 大家放心 每个人的背后 他都会有一些 智囊团 所以 嗯 不是他一个人 能够去 去做很多事情的决策 有会有很多专家 来帮他服务的 所以他的政策 一定是和特斯 特拉斯 相反的 他走温和路线 那这样的话 嗯 经济不用 就不会说 嗯 很快 得到一个 360度的转变 但至少 啊 不会那么的尖锐 嗯 不会那么的尖锐 情况下 就一定会 嗯 在位的时间 会久 所以我也很好奇 英国 谁 后面能够把 这个苏拉克 给扳倒 如果他 执行一个 温和的政策的话 这个真的是一个 很好奇的事情 好的 所以看到别人当 印度籍的人当首相 我觉得没有什么可高兴的 相反是为我们 中国人 当不了英国首相 当不了美国的副总统 而感到 有一点失落 失落 失落 好的 就讲到这里 再见 再见